沈月凌雨成为了近几天的热搜词汇 本来就一直被吐槽没演技 没身材的她这一次更是被嘲笑的体无完肤 她的空气刘海玉于秒变调形马 同样和她一起拍雨戏的王鹤帝就显得帅气很多了 只不过她炫酷吊炸天的道明寺气场一点都没有了 只能说还是太年轻啊 朱一龙大火之后就一直被誉为盛世美颜 她的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淡然优雅 就像从中世纪穿越过来的儒雅绅士 在镇魂中被雨淋湿了的朱一龙不仅没有变丑 反而还多了几分性感 难怪镇魂女还要给编剧寄刀片啊 最近大火的口碑小生黄景于颜值和演技都不错 她不同于现在的的流量小生 她身上有一种硬汉男人味 十分讨人喜欢 相信大家对黄景于的身材多少都有些了解 穿着白色衬衫大玩失身诱惑的她分分钟中让人流鼻血 一粒热巴的颜值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备受好评 在一千零一夜中 她不仅贡献了教科书般的演技还贡献了一波美颜沙 淋了雨之后带眉为皱的她楚楚动人 有一种我嫁游怜的少女感 这才是真正的颜值担当啊 风格百变 怎样都好看 热巴的老板杨幂是少女 系的掌门人 她的颜值丝毫不输于迪丽热巴 在雨中的大秘密眼神 坚定如出水芙蓉 你被上面哪位明星淋雨的镜头惊艳了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